一副你奈我何的態度就是在嗆蔡總統 台北市長柯文哲前一天上節目專訪 用了引證止渴四個字 批評蔡英文兩岸政策 諷刺小英辣台妹做法如同喝毒酒皆渴 最近應該是 因為要選總統民調偏低 所以要搭台這個民調 談到選舉柯文哲酸溜溜 蔡英文競選辦公室發言人阮昭雄 對引證止渴很有意見 阮昭雄說很遺憾柯市長 該向對岸表達立場時不說話 當了柯主席後 每天對內無差別無證據不斷謾罵 連蔡總統都動不了 這個柯主席吧 所做的一些評論 確實跟國際社會的 對我們處理兩岸關係 或者是區域的問題 的評價確實落差是蠻大的 稱呼柯主席而不是柯市長 光從蔡英文的用語 就秀出了敵對PK之意 要搭台這個民調 所以蔡英文講到槍的這個 柯主席的講法 看看現在香港在發生的這些事情 我們就知道說他真的用錯用語了 還是以國家長期利益為止 這是我們個人的評論 當然他講的他已經不及了 他進來的一些觀察都失之偏頗 也太以自己為導向 雙方隔空交火 蔡英文化講得很酸 柯文哲阻擋後更像一隻鬥雞 偏偏挑釁蔡總統 柯批目的 企圖瓜分 綠營選票 記者劉志展陳津安 邵玉敏 台北桃園報導